G3赛后帕金斯路过新闻发布会朝KD比中止,KD脏话回应虎扑6月8日讯在勇士以110比102击败骑士的第三场比赛赛后,其实中锋肯德里克帕金斯和勇士前锋凯文杜兰特之间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互动。 据The Athletic记者Chayson White报道,当帕金斯恰好路过媒体发布会时,他看到了杜兰特在接受采访,之后,帕金斯在离开前,向杜兰特抒起了两根中指,杜兰特显然注意到了他,I Magazine捕捉到了杜兰特,对于帕金斯手势的反应,编辑,堂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